美国向荷兰施压禁售中国光刻机 真的能限制中国芯片发展 荷兰从业者给出答案获得广泛赞同 这两年美国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芯片禁运措施 的确给我国企业造成不少的麻烦 而除了自己上场 美国也在鼓动其他国家限制中国的芯片产业 其中就包括荷兰的ASMR公司 这家公司研发的EUV光刻机 可以说是制造高端芯片的必需品 但美国却一直施压荷兰禁售光刻机给中国 那么美国阻止光刻机售华就能打垮中国芯片吗 竟是在国外问答网站上有外国网友提问 美国向荷兰施压 要求阻止荷兰ASMR公司向中芯国际出售EUV光刻机设备 最终将影响中国在该技术上的梦想 美国能压制中国芯片发展多长时间 而回答的目录里顶在最上面的是一位 自称是荷兰半导体行业的从业者 并且认识很多ASMR的工程师 因此他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而这位从业者认为 美国阻止荷兰出售光刻机给中国 是无法阻止中国芯片产业的 为此他从六个方面对美国的举动进行了反驳 第一 包括光刻机在内的工具都是人为设计 荷兰能做到 中国也能做到 第二 中国的经济是荷兰的十七倍 并且在国家的支持下 中国拥有原金厂和光刻机零部件制造商 已经为中国光刻机的商业化铺平了道路 第三 中国是一个学科强国 拥有众多专利以及科研人才 荷兰能做到的事 给中国足够时间也能做到 第四 光刻机制造原理已经成熟 而追赶比创新更容易 只要花时间研究 光刻机的制造会变得容易得多 第五 中国半导体技术已经接近成熟 时间站在中国这边 第六 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 用不到EUV光刻机所制造的高端芯片 一般芯片足以应对普通的智能手机等设备 而军事与太空领域 则更偏向年代久远但安全可靠的芯片 而中国有制造这类芯片的能力 不会因为没有EUV光刻机 就发展不了芯片产业 最后这位从业者还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成功阻止 荷兰ASMR公司向中国出售EUV光刻机 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让中国企业受损 但在中国未来宏伟的计划中显得微不足道 而如果美国继续在技术领域占主导的话 需要的是加快自己的步伐 而不是阻止中国 这位回答者的回复获得了广泛的赞同 向另一位外国网友所言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进行限制 只会让中国摆脱对西方的依赖 而美国的芯片企业则失去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最终的输家将会是美国 作为我国国产大飞机C919 与它同级别对手波音737 与空客A320相比有何优势呢 我们从驾驶层画面来分析 近日我国首款的民航大飞机C919 完成舰水专项实验最后一架次的滑行任务 这意味着C919的测试已经进入尾声 即将进入交付阶段 与此同时 网络上也曝光了C919驾驶舱的照片 进一步为我们揭开了我国民航客机的真容 而从驾驶舱的照片来看 C919对比主要对手波音737 空客A320的优势在哪 波音737属于波音的一个系列机型 前两代较老的737机型 由于时间的问题 在设备先进程度上比不上C919也很正常 而第四代737 MAX 由于在印尼与埃塞俄比亚相继遭遇空难事故 被指飞机性能存在问题 如今名声一回 我们也不拿来讨论 要与C919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还是拿第三代波音737-800来进行比较 作为一款较新型的波音737系列飞机 该飞机驾驶舱的按键、操纵杆、显示器等设备较此前机型都进行了改革 使之看起来更具备现代化 但另一方面 波音737-800主打的并非是变革 而是性价比 因此设备的改革并不彻底 与C919相比还是显得有些机械化繁琐 此外 波音737-800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那就是在主驾驶与副驾驶座位正前方 各有一个大大的操纵杆 而C919的操纵杆则是布局到了侧面 如同其次挂挡 大操纵杆自然是为了方便飞行员控制飞机 但也会遮挡住一大块屏幕 也正是基于这个考量 C919的操纵杆放到的侧面 同时飞行员不用花大力气控制操纵杆 也说明C919在飞行系统的智能化方面 做得比波音737-800要好 空客A320 比较完波音737 我们再来看看C919的另一对手 空客A320 欧洲空客在超大型宽体客机A380上碰壁后 A320这样的中型窄体客机 重新成为空客的仪仗 同时 A320也一直是波音737的主要竞争对手 将来也将面临同级别客机C919的竞争 从空客A320的驾驶舱来看 这架飞机的操纵杆和C919一样 被放在了正副驾驶座两侧 说明A320也拥有不错的智能化操作系统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A320的各类操作按键 比波音737-800还繁琐以及复古 另外A320的屏幕相比C919也是小很多 这说明A320为了发挥飞行系统的优势 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牺牲 相比之下 C919就坚固得很好 从主观上就显得更加先进 近期 俄罗斯国内出现异常状况 各地出现示威游行 甚至部分直接引发暴力事件 要求莫斯科释放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利内 引发外界关注 而就在反对派扬言继续制造混乱之际 俄媒的一段视频 却成为了舆论焦点的突破口 俄媒今日俄罗斯RT 在当地时间2月1日 公开了一段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得到的资料 该资料显示 由西方扶持下 所谓的反对派主要负责人之一 此次抓捕的反对派领导 纳瓦利内的亲密伙伴 也是其主要助手之一的阿富尔科夫 曾经与英国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 托马斯福特有过密切接触 俄方一直怀疑 后者为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 打着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喜好 在俄罗斯进行秘密任务 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公开的视频显示 这两人被拍摄到在一家餐馆就餐 并进行了一系列交易 视频中可以清晰的听到 阿舒尔科夫向英国军情局寻求资金 声称 如果自己有更多的钱 就可以扩大反对派的团队 张口就要每年提供2000万美元的资助 如果对方答应 那么他可以保障西方会看到俄罗斯出现全然不同的画面 从俄没放出的视频 这个反对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阿舒尔科夫还要求英国提供对俄调查信息 要求其找到莫斯科的一系列丑闻 并放在国际上曝光 以此打据当局的公信力 可以说 这个证据确凿的谈话内容 已经毫无疑问的将俄间这个词贴在了反对派身上 显然 俄罗斯官方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制造国内混乱的实践研头 有网友调侃 普京可是克格勃出身 西方国家玩的这些招数 人家还不清楚吗 这个视频也有段时间了 说明 俄罗斯官方其实早就掌握了这些人的证据 只是一直没收网 如今既然西方想打这个牌 那么普京恐怕会对整个代理人网络进行清理了 事实上 西方国家通过渗透 诽谤 扶持代理人的方式 多次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和破坏 只不过 前几次做的相对温和而隐蔽 而这一次更加直接和凶狠 从俄罗斯方面提供的消息显示 就在2月2日 俄罗斯官方正式审判阿里克谢纳瓦利内 这个由西方一手培养扶持的反对派领导人之际 西方直接干脆的撕下了伪装的面具 向莫斯科官方施压 包括美国 英国 瑞典 挪威 波兰 加拿大 日本等7国驻俄代表 要求莫斯科放人 可以说 西方如今是连装都懒得装了 直接粗暴干涉他国